首演谍战戏 大家好 央视精彩剧集 瞿一红为您导航 蜜茶的故事迷雾重重 今天我给您带来的沈兰 也是剧中的关键人物 你叫沈兰 沈小姐 之前演过 念海强导演的一部戏 里面演的是一名共产党 就是跟蜜茶是一样的 但是那部戏呢 我属于行动组的那种 然后打枪的这种戏份 也会比较多一点 那部戏 我的部分跟谍战没有关系 蜜茶是第一部吧 这都是组织的安排 我们跟组织申请吧 申请什么 我们结婚吧 这个角色呢 是我看剧本 第一眼就看上的 我就说我很喜欢沈兰 我想要去演沈兰这个角色 然后我们在前期 做准备的时候 主要就是按头工作嘛 读剧本 然后看完以后 要了解这个角色 在这个戏里 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 和起了一个什么样作用 想清楚她为什么 要做这些事情 她的出发点是什么 她给人感觉 可能稍微冷冰冰一些 或者是不太好 接触一点 但是她内心的情感 其实是特别充沛的 如果她遇到了事情 触碰到她情感的 那个爆发点 她的情感 就是比任何人 爆发的都要强 简直就像火山喷发一样 她是这样一个人物 你是说你能听出 那是一家日本电台 不只是听 还有对敌台频率的分析 她是一名机长员 主要做的就是 真听敌台的工作 她的耳朵非常非常敏感 微小的细小的那种电波 它全部都能分辨出 因为我的宝贵之处 就在于别人可能听不出 就日本人的发暴手法 但是我可以 属于一个特殊型人才 沈兰没死 据我所知 被关押在一个秘密基地 秘密基地 因为好几次都是我发现了 他们的情况 所以他们就觉得 我是他们的心头大患 当他们的电波 飘在西安城上空的时候 我肯定是第一时间 能够捕捉到的 他们就觉得 一定要除掉我 你再过来我就开枪了 其实沈兰这个角色 还是挺有意思的 好几场戏 就是大家都在谈论沈兰 因为觉得我很神秘 都想搞清楚 我背景和我身上 到底有什么样的秘密 然后其中 比如说别人想要 把我聚于己有 这个聚于己有 是在这个业务和工作上 就想要让我去帮他工作 然后创造了 我死亡的情况 有的时候是为了保护我 又创造了 我死亡的这个情况 沈兰 她没有死 沈兰的出色能力 让各方势力 或忌惮或争夺 想要了解她的更多故事 快来追看蜜茶 我是瞿玉红 新推荐 明天见